靳博新时代华换拍一拍 那么我现在来到了智慧工业展馆 在我之后可以看到这样一台机器 非常的引人注目 就是可以和人对打乒乓球的机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也想上场和他体验一份 直接开始就可以是吗 我发错球了他会笑话我吗 赢了一把赢了一把 谢谢 好谢谢 机器呢其实是用到我们 欧姆龙的三大核心技术 一大是传感 二是控制 三是AI 那在传感的这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器里面 他用了六台高速的摄像机 那他可以实时地捕捉球的轨迹 我们的logo下面 他有一个摄像头 那个最大的那一块 对 那个摄像头呢 它实时是我们看球手的一个 拍子的一个轨迹 那通过这个拍子的 看他拍子的轨迹 他可以实时预测 这个乒乓球会往哪里打 我们在球网的上左右两边呢 有两个骨骼的传感器 它就是看你打球时候的一些动作 然后还有最中间的那台呢 它是看我们人的表情啊 然后你的心跳 还有你现在微笑程度 你的集中程度的一个这样一个摄像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球手的 他的一个状态是happy 就是非常高兴啊 就是在这个状态下 他的提升 技术的提升是最快的 那然后他就会根据我们这些 你看集中程度 微笑程度 以及他的心率 可以实时地判断 他现在的一个心理状态是如何 这个技术已经运用到了我们的工厂里面 比如说一些刚进工厂的工人嘛 他的就是技术还不是很显熟 做的一些动作不是非常的有效率 那我们可以对他的骨骼的情报 以及他的表情集中度 做一个实时的监测 然后为他制定一套高速的成长方案 然后可以让他迅速地进入这个角色里面 通过刚才的体验和采访呢 我们可以看到 欧姆龙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个技术展现 来告诉我们 现在的传感器技术 包括他们自身 对于这项技术应用在工业当中的成就 是有一定的展现的 工程师也告诉我 他们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技术展示 来告诉我们 科技 包括机器人 最终是要应用于工业生产当中 让他们来更好的 为我们服务 为工业生产服务 请不吝点赞 于是 请不吝点赞 于是